本地学府即将迎来新的学年 但是碍于百物价格高涨 如今就连学校的巴士 还有校车服务都要来调涨车费了 而车资最大的涨幅 最多可能达到10令吉 半岛学校巴士司机协会主席 就无奈地表示说 这是艰难的一步棋 不过面对车费涨价 部分受访的家长 还是普遍地表示能够接受 在百物腾涨 任何消费都高喊 贵贵贵的通膨大时代下 我国新学年也即将迎来开课日了 碍于校巴零件价钱昂贵 本地校车司机也不得不跟着调涨车资 半岛学校巴士司机协会主席 告诉首要媒体记者 这是一个咬紧牙关的艰难抉择 毕竟他也理解 这对低收入家庭会是一笔负担 因此他也一度建议 如非必要就不要上调车费了 阿莫法无资与重心长相比其他类型的巴士服务 校车服务的车资可算是相当低廉了 他补充这些都是一户家庭值得消费的 至少校车服务可以让家中孩子上下学无余 首要媒体记者采访观察 部分受访家长也确实认为 校车涨价是正常的 他们也可以接受 不过也有家长希望政府可以介入 出台补贴计划帮请家长或家庭 华车服务的 新学年开课在即 这一波校车费用涨价 最大涨幅可达10令吉 受访家长普遍认为 尽管车资调整可以接受 可是随着家庭的孩子人数变多 或者每天通勤频繁 他们还是希望政府可以伸出援手 这一波校车费用涨价